- 教養的天份 - 教養的天份 所以為什麼我說透過跳養 來引導你的孩子 你可能會發現 以下幾個很特別的事情 第一 你突然發現 你只是改一個模式 你的教養困擾好像不見了 但是你千萬不要 只是因為這樣就停下來 因為我們最終的目的是 要讓孩子的天份可以發光發亮 所以你第一次教養困擾 你發現你改了一些模式之後 他原本的一些讓你很苦惱 或是很張的金剛摸不著大腦 或是讓你很心反的事情 突然間改變了 但我建議你一定還要再繼續的 用第二次跟第三次 第四次 因為這樣子你可以透過 你跟他的互動 然後在幼兒期跟童年期 你幫他把他的天份就梳理出來 你可能不是專業 對 所以你沒有能力像我一樣 看到他現在做哪些事情 你就可以很快的說 他可能有什麼天份 他可能適合做什麼事 你可能沒有能力這麼做 但是你只要保留住他的天份 並且在你不知道是什麼狀況 但是你在引導他 繼續去梳理他的特質 跟管理他的特質的時候 有一天你就突然間發現 他開始自己做某些事 而且做得比別人多好 天份被保留下來 而且有引導孩子如何去發揮 跟管理這個天份的時候 孩子會自然而然的去抓住他 我現在身邊就有孩子 他去上足球課 第一次上課 他就可以帶球過人兩三個 教練都傻眼 才兩歲 他的語言發展可以到四歲的程度 然後才兩歲 他在邏輯理解跟拼圖上 可以接到六歲以上的程度 這些我都是說真認真的事 我要表達的是說 你的孩子身上一定有天份 但是如果我們要用一些片段的方式 去解決教養困擾 這無助於開發他的天份 這只是短暫的讓你在當時間 好像拿到一些什麼東西 可以解決當下的問題 這樣子解釋很不恰當 而且可能還會有反作 對 因為如果你拿到的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武器 你硬用你的方向一直凹 很可能最後 就是我說的最慘的難想 因為你的力量太強大 而你的方向是錯誤的 所以孩子的天份 反而被你在教養過程中 切得七歪八歲 最後剩了什麼都沒有 那這是非常非常可惜